2001年李安指导的《卧虎藏龙》 斩获了奥斯卡多项大奖 14年过去了 《卧虎藏龙》二支清零宝剑 终于是在万众期待下重磅回归 剧情也是延续了第一部的 但角色却来了一个大换血 那庆幸的是女主角还是余秀莲 杨子琼 一夜之间 让我重回江湖 导光剑影拳脚相加 杨子琼在《卧虎藏龙》二的动作戏 依旧利落 谁能想到眼前的余秀莲已经53岁 最近重回30多年前 自小学习舞蹈的少女杨子琼 因为要貌出众 1983年参加了当年的马兰西亚小姐评选 并获得冠军 与香港影圈颇有渊源的她 随后踏入影视圈 没想到这一选择也成就了 她亚洲第一舞打女星的命号 上世界80年代是香港电影百花齐放的时代 也可以说是盛产打女的时代 在众多舞打女星中 杨子琼绝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良好的运动功力让杨子琼在动作性上得心应手 但这也让她苦恼 因为那几年恰好是香港武行盛行不用替身追求视觉刺激的时期 打斗戏都要演员亲力亲为 第一次我没有听说过 在三楼当当当掉下来 你知道导演说什么 你掉得太舒服了 那我们走动作的时候呢 打得真的打得 不是当开始我以为大家都是 上来一下给我看看 刀枪为牙行不行 行行 几乎所有的动作明星都曾在拍摄时受过伤 杨子琼也不例外 你拍舞打片很难避免 很难不受伤 对 你怎么样 放松点 别紧张 没事没事 没问题 对部于1995年拍摄的电影阿静的故事 让杨子琼经历了人生最严重的一次受伤 叫车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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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红金把推我下来的 但是他一推我的时候呢 我应该就是这样跳下去的 但是我过了 所以就变成好些跳水这样子 那我整个人呢就插进去 听到我自己的咔 跟着还没有想到的时间 我的腿就在后面板过来 那那个时间 我一翻过来 我以为这一次我死了 2000年杨子琼拍摄了代表作《沃虎藏龙》 片中被影迷奉为经典的城墙追逐打斗桥段 也曾是杨子琼的噩梦 一个回旋梯扯斥断了他左夕的两条大韧带 在手术后 仅一个月杨子琼就赶回北京继续拍摄 之后两周又断了脚筋 积累的辛酸让杨子琼在片场戏甲情侦 哭得肝肠寸断 工作不断努力 在演艺圈终于打出一片天的杨子琼 也陆陆续续迎来了他的感情生活 当选马兰西亚小姐杨子琼在比赛中认识了他的首任丈夫 香港德宝电影公司的老板范迪生 两人三年后因为性格不和和平分手 两千年杨子琼与当时的环牙电影公司总裁钟在斯相恋 在杨子琼历届的感情经历中有一段常被外界忽视 其实在与范迪生结婚前 杨子琼和胡静的现任老公朱兆祥曾有过一段情愫 两人在英国相识 杨子琼曾加马来西亚小姐选美比赛获得冠军后 与朱兆祥确定恋爱关系 后来因南方父母反对导致恋情流产 最终胡静博得了朱兆祥家人的青睐 结婚也是考虑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婆婆那边还是挺支持我工作的 然后一直跟我讲说回到这边来 要自己要照顾自己身体啊 要不要太累这样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杨子琼与现任国际气怜主席前 法拉利车队老总的法基男友托德 爱情长跑了11年 听说结婚仪式也提上了日程 我们当然就想就是看看 可不可以今年年底大日子了 到时候真的 真的话呢 肯定会跟大家说的 我一定会在香港开party 因为太多好朋友 还有就是很多家人都在这里 专言53岁的杨子琼 用他的风采告诉我们 经过时间洗礼的女人是最美的 我已经做过了 我不会要一个很大的婚姻 幸运的在线综合报道 那是 还是